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由于我们现在这个路上 这个车子越来越多了 这个买车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所以这个停车就成了个老大男的问题 喵哥平时停车的时候 经常发现这个有些事情 不知道是不会停车呢 还是本身这个人员数字太差 导致这个车停的那是五花八门 你这么停车说实话 第一个影响别人 第二个很容易被人家刮蹭 今天喵哥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哪几种情况停车 比较容易被刮蹭 如何去避免 第一种 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假如是那种地下车库 大家都知道地下车库 它有时候是几个车位连在一起的 有时候是两个 有时候三个 有时候四个 这个时候假如你可以选择的话 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靠边的车位 这样的话 如果有刮蹭的风险 它就只有一边 比如说这边有车进出 而那边是墙壁 所以它就不那么容易被刮蹭 也就是说你的被刮蹭风险就减半了 第二个假如我们是这个 去走心房友 去朋友家里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小区域的这个地下停车位 有一部分是卖出去了 有一部分是没有卖出去的 卖出去的车位 基本上在上面都会有一个牌牌 上面会写着车主的车牌号 或者上面有写着 私家车位请问占用 如果有这样的牌子 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停 如果没地方停 真的要临时停的话 就是时间不长 建议大家最好 能够在车上留一些联系信息 现在大部分的车主 都会在驾驶位这边 这个下角这个位置 会留这么一个联系方式 现在苗哥是放了一个这种 活动的联系方式 大家看到要的时候就把它拍下来 不要的时候我就把它关上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旁边的车子 临车之间的距离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下车的时候 要把这个车门打开 车门打开了 这个位置基本上 你要说不碰到的话 基本上要到1米5左右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这个车位有这么宽吗 其实是没有这么宽的 尤其是在那种停车不好停的商场 或者一些比较繁忙的地段 车位与车位之间的距离 你要是停进去的话 发现就只有30公分 你现在出来的话 好像都有点难度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停车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两边的距离 很多朋友可能会注意 主驾驶自己那边 就自己我下车的时候 我下去了方便 但是你别忘了 你那边下去了之后 这边这个车子 它这个位置就非常窄了 别的车子别的车主 他来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车停在这里 那我怎么上车呢 你想考虑这个问题没有 别人上不了车 别人上车的时候 这个门一把 直接就到你这个门上 这个转了一个印子 所以大家经常会看见 有些车子这个地方 就被转了一个印子 所以除了要照顾你那边 还要照顾副驾驶这边 第四一点 假如我们在路边 没有画停车位置的地方停车 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 首先要看一下 有没有画这种明确的 就禁止停车的标准 不然的话 你会被操牌扣分是不是 其次呢 就要注意 千万不要妨碍别人的原则 尤其是 不要妨碍一些特种车链 比如说消防车 我发现在现在情况当中 其实有很多朋友不注意这点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 你要是妨碍消防车 妨碍救护车 这些情况的话 别人把车子给你先翻了 你屁都不能翻一个 第五一点 就是停车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停在拐弯处 停在视觉盲区 停在路口 这样的司机其实非常非常多 包括我们小区里面 有一个主路的拐弯处 我发现那个地方 每天都有人停车 其实我们小区是很好停车的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大 我就拿来闷了 这些人脑袜子怎么想的 你把车子停在那个拐弯处 停在那个路口 我们的这个车子 一过去一拐弯 极有可能就撞到了 第六种情况 停车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同方向停车 尽量不要交替停车 也就是说这个 如果车子都停在这一边 那么你就都停在这一边 不要说别人停这边 然后你停这边 这个时候就出现 中间那个要经过的车子 他就这样蛇行的走 蛇行走外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第七种情况 就是假如我们的停车的这个地方 确确实是特别窄 非常窄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这个反光镜收起来 很现在很多车子 都有反光镜自动收漏功能 假如你的车 没有反光镜自动收漏功能的话 其实手动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 下了车之后 记得自己把手动收起来 这个时候车子被刮衬的几率 就会低很多 同时这个地方也会显得更宽一些 就是给别人留出空间 第八种 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 如果是往上停车 或者要停车过夜的话 建议大家 如果有路灯的话 就停在这个有路灯的地方 就照明条件 比较好的地方 如果你停在这个照明条件 不好的地方 发生被刮衬 发生被盗的几率 其实是会高很多 其实我们开车在路上 推几机能嘛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停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停的那么盲横 千万不要停的那么大爷 千万不要停的那么不讲理 不能停的地方 坚决不要停 如果万不得已 需要暂时停一下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以上就是喵哥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停车的技巧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有道理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